詞曲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讀書晚安 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讀書主辦 記者晚安共同主辦的 日本小說節的系列展作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主題是 談大將接三郎 很高興邀請到的是 台灣非常年輕有才華的 講說家陳國欽老師 我們先掌聲歡迎陳國欽老師 陳國欽老師 陳國欽老師今天被譽為 就是台灣40歲以下最初的期待小說才是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大將接三郎的題目是 在大將接三郎的聖典裡 滿有的 那大將接三郎是 在日本一談 出遊川敦康城第二次比稱 那他在1994年的時候 就是拿下 日本的一座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子 那大家現在很出生於 出日本四國偏僻的三處 一個愛玉縣 那是一個充滿聖典的地方 那今天就是我先來一談就是 森林在大家的創作主題 和什麼意象跟意義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把今天交給你 謝謝 謝謝 謝謝昨天 謝謝大家 覺得這麼寒冷的天氣 還願意來聽我講這樣子 而且我本來以為就是沒有人會來 所以我來發動 就我的很可憐的 研究者的學長學弟們來 想說 就至少可以互相 在這麼寒冷的天氣 尋暖一下 這樣 想到就還有人 這麼喜歡大家 然後願意到這麼寒冷的天氣 來聽 就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然後也歡迎你們 就是今天跟我一起 一起來分享 關於大將接三郎的小說 跟他的一切 謝謝 那我先確定一下 就是你們有讀過超過兩本以上 大家要介紹到小說的讀者 可以取個什麼 超過兩本以上 那在一本以下的可以取個什麼 一本以下的可以取個什麼 一本以下之美 沒有開過 是用微軟的說法 好 因為我想說這樣 我就可以調整我的難度 這樣 那我就盡量把它講得比較簡單 就是超異大將接三郎 誰都可以入門的 我們喜歡的大將接三郎 這種感覺 然後一起來聊聊大將接三郎 那我就跟大家聊聊大將接三郎 那一開始 因為我覺得當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他就幫我們大概帶了一下 大將接三郎出生在 1903我們出生在基本 四國一個非常偏僻的小鄉村 在森林附近的小鄉村裡面 在愛媛縣 然後他1994年 拉莫菲爾獎之後 就是廣為你們所有人所知 這樣子 那在這之間 其實他已經發表了非常多的作品 那當然之後 當然大家就不用講 他之前也去過中國 然後在200 2011還是12歲 有來過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 我記得他是來信義生平 那非常多的讀者 跑去給他簽名 我也是其中一個 然後我指著他的耳朵說 哇 耳朵好大 然後就這樣 就晚晚的回過頭來 對著我一笑 就這個 這個回謀一笑 對我來說 一生都會記得 雖然我知道他平常都在講什麼 這樣子 那 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老阿費 可是我在網路上面搜尋到一張照片 是他以 非常俊美 很像是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 這是他本 因為有點模糊 他是在一張 這是應該是個趴著的照片 然後他趴在一張 一張鏡子前面 鏡子旁邊三落的是他寫作的 然後趴在這個鏡子前面 這個照片呢 有出現在小說 呃 幻局的孩子裡面 那他是說 是他導演 一個導演朋友 在小說裡面要補糧 那在真實世界裡面很多人說 這個導演朋友就是他真實的朋友 一丹子三 那一丹子三後來就是自殺 那幻局的孩子有很多部分都跟一丹子三自殺 然後一丹三事件有很多的部分跟從你的關係 那他就說 這個照片 在小說裡面是說 這個照片是他導演把他所拍 那 導演就說 你擺一個 他們一起經歷我們的痛苦的事件 在那個小說裡面經歷我們的痛苦的事件 那導演就說 我要把你痛苦的模樣拍下來 你現在擺出你痛苦的姿勢 痛苦的表情 痛苦的動作 然後他就設計了這個場景 把他拍下來 可是到了班群的孩子 二就是他的續篇 幽容童子的時候呢 這個作者又會再講一次這個照片 然後他又會說 這個是他們那時候拍的這張照片 這個照片起床的時候 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拍 然後無良就說 你根本就不痛苦嘛 你的動作 你全部的表情都背叛了你 你看起來好像是非常愉悅的 投入的痛苦的那個模樣 然後他就說 不行 我們不能用這張照片 我要把這張照片毀掉 然後重拍 於是他在第二本小說裡面 那張片段有說 他們就重拍了另外一張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出現在狐者眼前的就是這張 應該被毀掉 而沒有被毀掉的照片 那我一個人覺得很有趣 因為大家知道 所有的小說都是像這樣子 好像有另外一個他的自己 出現在鏡子裡面一樣 好像有另外一個自己 存在小說裡面 我們說的無良 對應的現實生活裡面的 一竿十三 我們說的很多大漢 現實狼人生的故事 都會在他的小說裡面找到 可是小說又不是真的 那這個很多種的對應裡面 一層又一層 好像在看自己的自己 好像趴在你前面 可是鏡子照出他 卻又不是真的他的那個故事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可以讓我們去深究去討論 那整個東西 這個鏡中之鏡 那有的感覺呢 其實被安放在他的森林裡面 我們可以等一下 討論他的森林的時候 看到非常多像這樣的對應 就是我把它做為事 這張煩這麼甜的第一章 那我想開始進入我們今天 就是往大家的森林 那我再跟大家討論一次 這不是大江大海 也不是討論大江大海 騙了你的書 你們沒有走錯 好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大江字典裡面 沒有的詞彙 你看我今天做了多精美的動畫 但是跟我出來 對 就是大江 這是大江是大江自己說的 那我因為想說 我們在台灣講這個講座 那我可能就別國家了 那我當然首先就是要講一下 我們自己台灣的事情 就是你們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在來台灣 2021年來台灣之前 其實 在他人生有一度 曾經是台灣人 大概三秒左右吧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是1954年的時候 1954年發生 1954年的時候 因為那一年 東京大學 再次接受台灣的考生 那大江一直長就說 他就說 他跑去考東京大學的文科 1954年的時候 然後那他 他在東京苦了一回 然後進去考試 可是呢 因為他是從鄉下來的 然後發音很爛 講話也是很沒有自信 然後他講的很遠 大家問題不懂 等他進教室坐下來之後 他就開始拿一頭 開始苦幹寫 寫來寫考卷 寫一寫 一張考卷快點目標就避上去了 合一的同學 不知道是有親還是無異 就把它拆下去 那這張考卷當然不能寫了 於是大漢竟然會舉手說 他就說 他就說 老師由於事故 自豪小 我唸給你 由於事故我的答案被弄髒了 可以再給我一張子嗎 他就這樣問那個老師 他舉手問那個老師 那老師 就走過來看著他 然後聽到他講話之後 老師就跟他講說 請問你是台灣來的學生嗎 因為他的發音跟比人 實在太不高 他講話他都聽不懂 老師就以為他是今那一年才剛開放 讓台灣去考的那個東京大學裡面 他又來了一個台灣的考生 大漢竟然愣了幾秒之後 你們在大漢竟然怎麼回答 他說 嗨 我是台灣男的學生 對 在那幾秒之內 大漢竟然這樣 曾經是台灣人 他承認說 他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他就得到那張答案 就讓他繼續的寫下去這樣子 可是這件事 對於大漢竟然的感受是很深 他在七十幾歲八十幾歲的回應裡面 他還提到他當年 上我們時代去考試的時候 被老師問的是台灣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東西看 他人生的一個切片 往前再看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把他做到一個時間線 他1930年我們剛剛說 他在追在日本的愛媛縣 然後他1951年進入附近小鎮 叫做宋三高中 不是我們的宋三 不是那個宋三議題 那個宋三 是日本的宋三 然後他在高中裡面 因為他高中的階級 那個時候居然有出現 除了霸子 我想霸子這種事 一直都會在 所以他那個時候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被很多學長欺負 然後這樣他是上村去的 所以大家就看不起他 然後好像有 因為他出去說 我要看你爸爸送給你的東西 他爸爸送給他一大小的 然後他說 他說我絕對不會給你們看 然後那些學長叫他 下課之後 到教室裡面 到另外一個公教室去 然後圍住他家 然後大洋經常說 危險不下 他的小刀 偷偷藏在 袖子手上 然後用紅袋纏起來 然後假裝自己手奏上去上學 然後等那些人委過來說 把你的小刀給我們看的時候 大洋經常就說 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他是想刺激 就給伸手 把他自己的 那個長的小刀拿出來 然後霸凌他 他就說 那不然我們都把手 放到桌子上面好了 然後大洋經常說 好 他就把另外一個好的手 放在桌上 結果這個時候 對方就拿小刀拿出來 捅下去 然後大洋經常說 趕快掙脫他這隻 假裝放起來的手 然後開始亂揮刀子 你看是激烈霸凌到這種程度 當然是他自己小說寫的 我不知道真實情況 有沒有發生過 可是 這個就可以聽轉一道 但那個對於高中時候的生活 是非常的痛苦 不滿意 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深切感受到說 他離開森林 他到另外一個 只是隔壁小鎮 就這麼的痛苦 沒有被接受 然後直到他 1954年 前往東京 去考東塔 那他就說他到雜貨店去買東西 那些老闆已經聽懂他在江神 然後他在東京的時候 就徹底地感受到城市 跟他自己過去上村 他徹底感受到說 我是從森林來的 這個都市並沒有接受我 然後加上之後經過這個 你是台灣來了 學生嗎 這個事件 當然在某一篇文章 談到這個時候 他就說 就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體驗到逃亡者的感覺 為了自己獲得勇氣 我決心 憑藉想像力 破壞現實 並在別人之中 既有的東西 我決定在今後的人生 道路上面 不予落伏在中心性場所 或是有權利的人聯手合作 我想要如此下去生存的平衣 對我來說就是文學 就是 對於大家這樣來說 這個事件被放大 變成他人生 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引起他 就是我是從邊緣來的 我是格格不入的 我是一個逃亡者 我是真的要對抗一些什麼 那如果你們自己 因為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故事 應該是特別的 我不是因為台灣 那你可以想想看說 在大家這樣的心裡面 那一瞬間 台灣跟四國哪一個比較遠 台灣跟森林哪一個地方比較遠 但他們裡面選擇 我是台灣 我不是森林 是森林在大家的地方比較遠 還是台灣在那個森林比較遠 還是東京跟台灣比較遠 還是東京跟森林之間哪一個比較遠 這個只是我想要肯定的 這個東西大家給怕心裡 在我們頭的森林之後 才會再想到這樣 那再來就是 我現在真的要講 就是大家這樣 這個裡面沒有詞 當然是那郎 很喜歡去定義某些字 他在小書裡面 有非常多人說 就是我要定義什麼 我要來定義什麼 他以很愛定義字來文明 他親口說 在我的字典裡面 有一個沒有的字 那是什麼 他自己說 那個叫叫外 那為什麼叫外這個字 沒有訓練在他的小說 或是沒有訓練在他的詞 其實這是他自己講的故事 他就說 他就說他 1968還是67年的時候 他就說 他跟安庫工坊在聊天 安庫工坊是日本有名的 一個國際性的作家 然後安庫工坊就說 我最近接到澳洲的一個邀請 要我去澳洲 然後安庫工坊就說 我已經非常厭談這種 要出國去交流的行程 他說這不可能長生機票 好 你去 然後大張就這樣 拿了安庫工坊的機票之後 真的就跑去澳洲了 他說他在澳洲的時候 學到那個詞 叫做交外主義 澳洲那個時候 星期一讀就是 有一個人開車 然後另外一個人當他的助手 然後兩個人互相合作 一個在副駕駛桌上 一個在副駕駛桌上 然後兩個互相合作 横渡交外 這樣的一個共程 很像我們現在共程概念 那種感覺 的一個往交外去的過程 他說交外這個詞 會對他來說 他就覺得說 好像第一次聽到 我交外這個東西誕生 還會想說 那哪不曾未來在日本 會出現交外這種東西嗎 之後交外主義 交外這個東西 會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 其實我們可以想想看 我們台灣 有沒有只在交外這個東西 它不是城市 也不是鄉下 而是某一個過度地帶 是某一個我們所謂中產階體 或是知識分子 會去那邊散行 或是我們會投射它是一個休閒 想像的地方 我覺得在國格的書裡面 也有討論到交外這件事情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大將自己說 他的語言詞彙裡面 沒有存在交外這個詞彙 他說一次也沒有 我所度過的人生 就是在村子跟東京這座大都市 被撕裂開的人生 雖然是在東京 可是我一直書寫著森林的故事 我一回到森林裡 又開始前往 又開始思考 要怎樣前往國外的事情 實際上就是我的人生 你看大將就講 你說多決決 他人生不存在一個過渡 但不存在郊外這種東西 要就是城市 要就是森林 要就是國外 要就是國內 它就一直在一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決決 並不是指說真的只有兩個地方 並不是只有城市或森林可以選擇 並不是只有國內的關係 而是它一直處在一個被分裂 被逃靈的狀態 那不斷的往另外一個地方去 不斷的被拋開來 不斷被拋持開來 那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 要就是大將就這樣的話 那這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那討論這個感覺 我們就要討論一個詞彙 叫做宏大的共生感 這個詞彙是 你們看到嗎 這個詞彙是大將自己寫的 他說呢 他小時候生活在森林裡面 那個時候是處於戰爭時期 他說 他說我因為我身為 我身為森林的小孩子 而有一種幸福感 那我 可是呢 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小孩也會被殺死吧 那你看他不管生或死 他都因為這個森林 而有一種共生感 因為他跟森林心 他跟大家 生活在森林裡面的所有人 是一體的 然後甚至他說 我們都是天皇的孩子 這也是一種共生感 是從小被教育出來的 就是我們是有國 我們是有土地所資生出來 他一直都活在這個共生感裡面 可是他後來離開了這個共生感 他從森林前往都市 然後我們也知道 他人生碰到的就是日本戰敗 天皇一個本來應該是出現在 他們崇高的語言的 那你恭敬的共敗說 這是天皇的那個語言的 恭敬的語言 突然間出現在錄影集裡面 跟你說我們已經失敗了 要放送御音告訴大家說 日本已經戰敗 可是這個事情對他來說 是非常驚人的 因為他的共生感被撕裂了 那之後他到了城市 感受到說 我已經離開森林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大陸基塞長有所謂的森林意識 可是仔細想一想的話 這個森林意識 並不是因為我住在森林裡面 所以我感覺到 我跟小路板比或是什麼 林王是好朋友 而是我離開了森林 而當我離開之後 我才徹底感覺到說 原來森林曾經 我曾經現在裡面的一份子 是離開讓我感覺到我曾經在 那因為這個離開 我才必須要前去 我是以這樣的觀點 在思考大陸基塞長的文學的 那 但這是我自己的觀點 如果待會之後 再問答些朋友 可以跟我討論的話 你們可以聊聊自己 關於大陸基塞長的森林這件事情 那 等一下 那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 如果我們把郊外這個事情 跟剛剛所謂的 台灣的討生這個事情 合在一起 放在一起 所以剛剛這一生 他自己 因為這些事情 都是他自己講出來的 那 姑且不論這個事情的真實性 我們應該想的是 他為什麼一直要講這些事情 那是表示說 他也覺得他自己是 站在一個邊緣的 他自己是被討 他是一個要逃出來的人 他是一個要一直 對抗著忠心的人 他是一個被分離出來 他是一個被拋擠出來的 他是一個逃亡者 我覺得這個概念在他的小說 甚至在他的人生 對於政治 對於各種環境的思考面 都反覆的在出現 那 他有說過說 他媽媽在小時候 就是 湊錢買的 買的書給他看 叫做頑童 哈克地寫記 那他自己 讀了這本書之後 非常喜歡 到了高中去念書之後 他還跑去 就是那時候 有藏原文書的讀書館 把那個原文書給借出來 然後搬到那邊 每天幾頁幾頁的去看那個原文 他就感受哈克地寫記 然後他就說 他讀到裡面有一個條段 非常的感動 就是在哈克的念 裡面有讀過完成哈克的不是嗎 就是 對 這跟他猛套 對 然後哈克就是 他後來有一封信 他叫到教訓就可以告發人家 可是哈克決定 他看了那封信 他後來想一想 他就說 好吧 讓我下電力吧 然後就把那封信給撕掉 他就覺得你不要告發他 他覺得你願自己受到傷害 他也不要讓他身邊的人 不要讓他朋友受到無限 他就說這句話 好吧 就讓我下電力吧 那這句話 他就想說 從此就成為他自己 內心 反覆反覆不停 不停出現的一句話 不管他遇到什麼事情 他一通常選擇 他就故意要選擇艱難的人 我覺得他是被人家推下去的 他只要一想到 好吧 就讓我下電力吧 他就永遠都覺得 好 我要去做比較難的 我要站在邊緣 我要去對抗重心 那甚至是 如果這是他人生 面對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進入書寫的話 在他的小說裡面 他就說 他要引用一句話 是聖經人 他就說 我會用我一個人逃脫 來報信給你 他說我要把這句話 當成是我寫小說的創作原理 我一生都要用這句話 反覆地出現在小說裡面 不斷把它當成是我創作的一個鬼念 這是他在 如何造就小說加入 我這根書裡面提到的 而且看到說 很奇怪 這樣一個 好像是戰士性格的人 他不斷地是用逃 一個逃亡的姿態 或是我是一個伴侯的人 這樣一個 好像跟 我們所謂的挺身面對 是有衝突的一個 的一個花蕾談 可是又是 好像你只想 因為他們又是一樣的 在某個方面是可以接回來的 我逃 可是我是為了要對抗 我從中線套出來 我再邊緣抗拒 我覺得如果用這樣 我個人去理解大張建設 然後很多作品裡面的聲音 我們就可以稍微的理解 謝謝 譬如說 這是大人講自己說的話 他說 我們的主張所知鬼與失敗 譬如廣島問題 沖繩問題 核武器問題 還有不久後 將出現了憲法回擊 全都是如此 自己的主張 幾乎從來沒有實現過 天啊 這是個碎鬼 那可是他說 就算是如此 就算是進入無法通過了死胡同 也從來不曾被打斑在地 甚至不曾考慮過被自己的主張 這是因為感到自己是虎頭蛇尾之人的緣故 那大家仔細想想 他真的是一個虎頭蛇尾的人嗎 就是如果他堅持了那麼多事情 他從邊緣去對抗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好好的玩味 就是所謂的逃亡跟對抗這件事情 那另外像是 當然的話是引用自 大江先生長小說字語 小說加字語那本書裡面 然後在那本書裡面 是用透過採訪的方式 在拼湊大江先生長那一生 那裡面的採訪者就提到說 你的老師杜鞭先生 在戰爭前後都深信說 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會成功 可是就算如此 就算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 也要做一個勇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 就算是人類要面臨滅亡 也要留下盡力抵抗後再走向滅亡的呼喊 大江先生你也是身為這樣的精神者 的資訣者來繼承這個精神嗎 就是那個訪問者 有這樣問出這句話來 那從這個問題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的理解到說 大江他仰慕的 原型的一個精神是怎麼樣 是一個雖然會倒下 雖然會失敗 可是我還是要奔進神的異果 這就跟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好網邊緣的感覺是 可以連起來一起說的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 先放在心裡面 就是我把他們是進入森林之前 要需要準備的東西 像我們接著進入森林 我會比較理解為什麼大江先生 會做出這些寫法跟寫法這些東西來 然後另外我覺得關於逃亡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要好好的說的話 其實可以反映在他的書寫觀念上面 如果大家是有自於寫作 或是想要寫東西的人的話 我覺得大江先生對於文學的執著 對於文字的執著 其實非常值得可以讓大家做個借鑒 那很有名的就是大家非常 他是透過翻譯 開始觸發他一生的一個創作 他說他一邊翻譯 然後一邊去進行寫作 然後在翻譯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思想 會產生一些思考 然後他用日文把它寫出來 那透過翻譯跟自己 他就是說他自己是一個沒有 沒有翻譯作品的翻譯家 沒有翻譯原本的翻譯家 在這個無限的翻譯裡面 他就慢慢的說 原來卸上戲有一點點東西 是自己的想法的 那我覺得這個理解自己語言的人 這個翻譯者 其實很像是他在人生裡面 逃亡的那個觀念 那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 所謂祖國就是自己國家的語言 這個意思對我來說是非常淡薄的 他說因為我有一種想法 就是從文坦的日語中自我流放出來吧 我適合把從中脫離而出 向益子寫的山西內語 創作文學 我認為春上春書也是如此 就是他自己講 就是他說 他覺得我們有很多人會說 語言就是我們的國家 語言就是我們的省西之所 語言就是我們的新土 然後他剛剛這兩個一直覺得說 是這樣子嗎 用語言來決定說 我就住在語言裡面嗎 他就說我決定要自己創造一個 自己用自己的語言 自己用自己的語言去創造出 我自己寫的東西 自己看到的世界 自己流出的世界來 那我這邊還有再一段話 那之後的十五年 為了寫自己的小說 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 就像把一塊又一塊的磚頭 堆砌起來一般 建立日文的問題 而且藉著這樣做 雖然只是一點一滴 但似乎開始看得見 自己認為是日語的東西 你們覺得這段話 是不是跟剛剛大量的這段話 是可以放在一起談 就是關於從語言這邊脫逃出來 從語言這邊去思考 我並不是跟著原在 因為不是跟自己國家原在 可是自己想辦法 創造出自己的力量 可是這段話 並不是大疆建設人說的 這段話是出自 忠語悲哀的外國語 是純上純書寫的 所以你沒看到說 他們這些小說家 他們其實在思考的是 關於文體 關於文字 關於語言這件事情 他們因為日本一直有一個 他們寫的文字跟讀的文字 一開始的時候 在後來有一個文言制的活動 然後透過這個活動之後 語言的問題 又隨意在被拿出來 再討論 當然這方面的話 我也是不太能夠講得很深 可是透過大量之長 他的思考 透過創作的思考 其實我們是可以表達出 他們對於語言的執念 很多的文字文學 都發自在語言裡面 而大量之長 一生都透過語言 這件事情在思考 他在想像和創作 那我覺得 其實最激勵我的就是這個 就是我那時候 為什麼我不那麼喜歡大量之長 就是因為他說 他跟薩伊德是好朋友 薩伊德是誰 薩伊德就是一個流亡的人 他比如說 我是一個流亡者 他是從巴勒斯坎 因為他的國家 被以色列的佔據 然後自己是巴勒斯坎 所以他自己的佔助 然後他一生都在尋找回嫁路 他一生都在想說 他指引說 比如說相關很處 比如說一個流亡者的記憶 那他就 他跟薩伊德是好朋友 他就跟 他就說 他有一次 他就自己想到說 他自己講 我是一個沒有自己 因哉之所的人 四國的故事 都是以我的想像力為主完成的 那 後面就有人問他說 可是你在四國森林裡面 建構你自己的小說 這些東西 你不是都把它寫入場面小說裡面嗎 他說 你的一切你在森林中 蓋得到一切都寫在你的小說裡面 所以應該是森林 應該是四國 應該是你的國家 創造你的小說 可是他反過來說 他說 關於這一點 我想告訴大家 我今天信我自己 描繪的四國森林裡面的每一片土地 每一個 每一段歷史 他每一個傳承故事 都只是基於我的想像力為基礎完成的 就 這是一個反過來的 我們都一直說 森林滋養大將建在 我們都說 森林平坦給他一切 讓他寫東西 然後我們 他的一切都是來自森林 可是這樣講自己說 就是以他的想像力為基準 從他的語言為基準 站出來 把他的文字 把他的國家 把他的土地給寫出來 我覺得這東西在 我一開始寫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激勵我的 因為我是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小孩 那 我沒有所謂的 就 每次看到別人寫鄉下 然後每次看到 大家在美說 寫鄉下的人 就是能夠把鄉下寫得活靈活歉 我都會想說 那我除了在城市 我是 就是有一個人的罪嗎 就 我就 因為我不會寫城市 那這樣我就失敗了嗎 那 後來很多人 就是你如果看現在的出版市場 很多人會說 我們是個鄉主作家 然後有些人是透過商業去發發 就是說你看我們可以寫同志 我們可以寫社會運 他們每個都會找一個目標的寫子 那 有些目標是自己找 有些正常人自己畫出來 有些東西是 因為你存在那邊 譬如說鄉土 可是我覺得 對我們像我們這種 不知道該寫什麼 也沒有任何資源的人 我們不是存在鄉土 我們都要自己該寫什麼 我覺得大量正常那些話 多麼的鼓勵別人 多麼的鼓勵小老家的人 它就是說 任何一切 我手上寫的任何一切 都是透過我的想像 可以聽到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從那一邊開始 其實我也可以跟很大聲的原諒 對 我也在寫相符 可是我手上都是用我的想像力 一筆一筆地寫出來的 我覺得它是多麼的基地 我的城市 什麼什麼 都是透過我的想法寫出來的 是這樣的 這種作家的自由 這樣的吶喊 這樣子對語言的決心 真的噴發而出 我真的是 從那一開始真的想 跪搖在大聲 對 其實是我要走的路 我就是要用我的想像力 我的語言來做 而這樣的事情 有人做了 就是大家聽見這樣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能力正在做 大家聽見這樣展現出它的姿態 那正是用這樣昂雅的決心 讓我們進入它的森林裡面 究竟區域 那我們剛剛講那麼多關於語言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 我們講到這樣 這時候才要進入森林 就是大家講過說 我在小說裡面寫的森林 首先是語言的森林 是以語言的建構意向的森林 就是它自己都講出來說 我的森林是語言的森林 是一個意向建構的 它跟著這個森林往下走 才是我父母告訴我的 那些關於童話故事 那些關於森林 無色的森林 透過語言展到它的小說裡面 而最後呢 才是它透過各國各地 在它人生的各個地方 聽到的森林故事 慢慢的放棄它的小說裡面 那我覺得這段話 我們可以 我們當然就是 如果我剛剛講的 因為熱情澎湃都擠了的話 大家可以就是相信 但是第一方面 我們應該純疑說 這是真的嗎 你憑什麼就是說 你就是靠語言建立起森林 你憑什麼說 我的森林都是透過語言建立起來的 你覺得這些東西 可以透過作品去反復驗證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它的語言 跟它的森林之間 其實是互相滋長的 就是森林提供了一些什麼給它 而它的語言就能夠壯大起來 而在這個壯大的過程之中 它可以不斷地反映出更多的東西 去把它過去的東西 可以拉進這個語言裡面 待會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循環的姿態 好 那我想先聊一聊 就是關於大家的森林 小說裡面 反映出現的森林有哪些 首先就是物語的部分 因為它是從 它在森林長大來 它說它小時候 它的媽媽 它的奶奶 就告訴它非常多森林的故事 譬如說像是奧福的傳說 奧福就是那個時候帶領一個人 它是一個人要帶領大家去對抗 壓迫它們的人 它是帶領農民站起來 所以那時候奶奶告訴它 非常多奧福的傳說 譬如說像是自己的樹 自己的樹 在大盪性三盪的各種小說裡面 都有出現 自己的樹是什麼 它是說在他們的森林裡面 有一種故事是 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棵樹 那出生的時候 詞調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樹上升 然後你就會螺旋形的上升 然後直到有一天 你要變回陰人的時候 你才會樹的樹下降 所以它是一個樹的傳說 然後另外一個是童子的傳說 他們說在森林裡面 有非常多各種各樣的童子 童子就有點像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像我們陶太朗故事裡面 那種雞童狗狗 甚至我覺得陶太朗本身也是一個童子 就是有很多像少年 像孩子一般的童子 會在故事裡面出現 然後帶領大家 或是介入人類的生活 或是引起各種奇妙的事態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 他那個時候在森林 在他童年的時候 透過他奶奶 他媽媽的口 告訴他的故事 然後森林在他小說裡面的 另外一個體現就是 與物語這件事情 其實我只是想 讓這個圈圈看起來很漂亮 都是你這樣 他其實是說物語這件事情 對他很有幫助 就是你知道 故事要告訴一個人 必須要透過說的方式 然後他就說 他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說 有兩種語言的存在 一種是日常在使用的語言 另外一種是 當奶奶媽媽跟他講這個物語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語言變得非常的精彩 那個語言 那些故事透過那些精彩的語言 把那些名場 那些精彩的瞬間 那些動態的瞬間 可以表現出來 他說他非常受到 媽媽跟奶奶講故事的方式感 就不只是故事打工她 而是那個講故事的方式 也讓她感到 原來存在另外一種語言 而這種語言是有力量 有力道的 這個語言可以讓心中 想要傳達的事情傳達 可以讓事實給我傳下去 所以他注意到就是 不只是物語 讓他在他生命中 他實際上有影響 可是講物語這件事情 對他生命也是有幫助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物語言 這件事 我也只是想湊一下 有言自由氣的感覺 這樣 什麼是物語言 物語言是他後來發現的寫作方法 就是要把語言當成一種物 這其實是俄國形式主義的一種手法 就是陌生化 什麼是陌生化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這裡有一張椅子 可是我們看這張椅子看太久了 就所有人都知道是椅子 也都知道椅子就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不會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可能就是很自動的就越過它 就經過它 就遺忘它了 可是俄國形式主義覺得說 我們可以透過語言 透過不一樣的方式 透過想像 透過形容 去讓你重新感到語言 重新感到物體的存在 它會讓石頭再重新變為石頭 透過不一樣秒數石頭的方式 不一樣秒數椅子的方式 你會重新的想到 對 這就是椅子 對 這就是石頭 透過這個陌生化的手法 石頭就顯現了椅子 那大王介長就說 他很小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 應該是提示你的幻想曲 就是很多花突然間冒出來 然後不停打開的那一棵花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怎麼可能森林 因為他自己出來的時候 怎麼可能花是這樣長 怎麼可能森林是這樣長大 然後他就跑去觀察那些花那些森林 然後他就說有一天他爬到樹上 雨剛好下過了 然後他就在樹上面看 他要看著他的唇子 突然間他從一顆露珠 夜間上面的露珠 看到他的唇樁 那個從夜間上面看去的視角 裡面那個水滴的弧度的關係 就整個世界都不一樣 被延展被拉開來了 顏色更亮了 房子的形狀都變了 可是他明確地知道說 對 這是世界的顏色 又是房子的模樣 又是村莊的模樣 他第一次改叫說 原來透過一個不一樣 明明就是在的地方 可是又可以 明明不一樣的 就可以顯得出真正的東西來 透過這個陌生的手法 從水滴裡面看見另外一個世界 他就說 就是我最早對於陌生化 對於文學技法 對於用另一種眼光 看世界方法的一個發現 所以他寫了人生的第一首詩 叫做《雨滴中為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他人生的第一首詩 那這種 為什麼大家一直講 我是覺得這個故事是 有點像是 怎麼國父看 講中看《雨滴流而上》 就是有點傳奇話 可是 反過來說 這個傳奇是非常貼了他 後續一切寫作 他如果透過一個陌生化的手法 去凸顯說 我要寫什麼 我要把我心中的話寫出來 所以他很多本的字文句 在日文裡面是非常家產 他們都說 大量是用黏著法在寫作 因為日文就是 一句話 很多地方都可以放進各種詞彙 做各種形容詞 各種語詞 然後給變化的形態 可是這句話 到最後還是成立的 大家想 就不停的可以把東西 塞進去他的句子裡面 像火車一樣 越拉越長 所以如果讀 甚至還有讀者寫信 會這樣經常說 如果我們讀外國的Mind me版 是不是都會讀日文原版 變容易理解 你小說裡面在什麼時候 這樣 他可能說 永怕我自己怎麼不知道呢 就 就有時候在這樣 你就知道 當然是如何 要把透過有意識的 把一件事情的語言 一個事態陌生化 然後就看見 他心中想要表達的事情 然後另外最後 關於森林的事情 就是他把很多 他在森林裡面 遭到的事情 他童年在森林的回憶 給謝慶小說裡面 譬如很有名的樹洞 就是他小時候 曾經被困在樹洞裡面 好像是大水還是什麼 然後又發燒 然後就被困在樹洞裡面 那這個情節之後 反覆就在他的小說裡面 譬如說200年的孩子 這本小說是講 一群小孩子 只要躲到樹洞裡面 就能夠 樹洞就是10公斤 就能夠帶他們 移動到日本的各個時空去 那在幻學的孩子 跟幽榮通知裡面 這個樹洞的東西 又不停的出現 然後甚至後面還出現說 大臣正常的媽媽把他救回來 就是等大家回到他家的時候 大臣正常的媽媽就跟他講說 孩子啊 就算是你死掉 娘也會再把你生回來的 我會再生出一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把你過去的 你過去得到的事情 全部告訴你 不會變得跟現在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就是很有名的 幻學的孩子的概念 那跟這個樹洞的東西 就連結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整個森林 從它的語言長出來 然後透過它的語言來描繪 那裡面加進各種各樣不一樣的 過去聽來傳說 有自己發生的故事 有它講傳說的時候 聽到的方法 然後融會成一個巨大的 一個大僵士的語言森林 然後語言透過這個森林滋長 那森林也在語言之中獲得壯大 那接下來我想講的是 因為我剛剛講了那麼多一樣的故事 你不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奇怪 好像有很多故事是重複的 那剛剛講的很多意象 不停地存在不同的故事 同一個意象變在不同的故事裡面 那我剛剛講到說 一開始講到那個鏡子的事情 就是很多現實裡面的事情 被帶進小說裡面了 好像他一直在寫現實 可是他還會說 這不是現實裡面發生的事情 現實人生跟小說裡面有重疊了 那不同的小說裡面 也有反覆出現各種各樣 一樣的情節 在幻覺的孩子裡面呢 就是小說裡面 他用他好朋友的口跟他講說 就是他的好朋友 在小說裡面叫吳良 吳良導演就跟小說裡面 有的宗教就是古藝仁先生 他自己在裡面 裡面創的一個人都常講古藝人 他就跟吳良導演古藝仁先生說 你的文章啊 經典雖然經典 可是就會變成 不屬於自然夫妻的人工音樂 那這段話其實就是有點像 我們剛剛講他家產的那些語言的過程 那他又跟他講說 你啊相信陌生話 可是你就導致說 每一頁讀者都要去面對不熟悉的東西 他說我相信多數的讀者 不會再去買同一個錯假的書 就這種陌生話的時候 你一旦用多了 相信你不會再去挑戰他的下一品 這樣子 因為他不是讓你舒服 快樂樂圖的書 那最後就說 吳良又建議他說 加上你那個自我連擊癖 說什麼 沒有看閣下新作品裡面 引用的舊作 就看不懂你的舊作 還有你的寫法 都是用引用你部分 就知道你在寫什麼 就是這樣是一個非常愛引用的人 他引用的其實不只是別人的作品 因為他自己人生 然後有他自己過去解剖 你看每一本小說 我們剛剛聊到有很多重疊的部分 有很多相同的事件 一片一片的寫下去 不停的再反覆的出現 那這些東西都構成一個反字的結構 一個反覆的構造 在反覆裡面 好像所有大漢堡堡的小說 都可以視為一本來的 都可以視為一座森林來看 可是反覆來看 用每個對我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大漢堡要這樣寫 真的是因為我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寫這些東西 還是我手上只有這些素材 所以我要寫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反覆這件事情 那我想用萬元元元元的足球隊 跟換局的孩子來做舉例 這兩個因為是長篇 我想說可能你們比較沒有看過 所以我簡單去除一下這個過程這樣子 那萬元元元元的足球隊講什麼 他的主角是逆三郎 他跟他的弟弟叫殷四 這兩個人就是回到故鄉 然後他的弟弟就組織了一批年輕人 然後踢足球 然後一批把這些村莊裡面的年輕人 就來對抗在附近蓋橋式的人 就是有一個城市 有一個資本化的過程進去 然後殷四就組織了年輕人對抗 那萬元元元元元的足球隊 主要就是駕他們這個過程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他帶出了非常多的傳說 他們不停的了解傳說 那些傳說主要是有包括1860年的時候 密三郎他們一家人的祖先 跟他的弟弟 祖先的弟弟在裡面帶著 鄉民去對抗那個時候 侵入國家壓迫他們的人 然後還有1940年的時候 密三郎他們的哥哥叫做S-4 去對抗在森林裡面的朝鮮 就是你會發現說 他提出來的事件 有很多地方都是相像的 因為那個抗暴反抗的事情 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那整部小說 雖然時空是在密三郎跟因斯 在對抗超視天皇 可是他其實不斷地把故事拉回去 透過他們兩個人的嘴 在討論之前發生過的幾次抗暴事件 大家非常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這幾個世界裡面跳躍 然後去讓你們感到說 是誰跟誰 密三郎好像他的真祖先 因斯很像他真祖先的弟弟 然後密三郎自己對應的角色 然後透過對應的角色去說 對 可是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當然有他那些人做什麼 可是我現在在做什麼 透過這個對比的 開始激勵他們 同時透過說我現在沒有做什麼 他們是怎麼失敗 他們是怎麼成功的 反過來是印證 為什麼你現在要這麼做 那你剛剛從一個情節反覆的出現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反覆 譬如說再舉個例子 就是幻子的孩子 那幻子的孩子的故事是什麼 這東西 幻子的孩子是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想要入門 大家要認真的話 可以從幻子的孩子 開始來讀一下 它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說 古藝人 這個故事主角也是 就是長家古藝人 他說古藝人跟他的好朋友 吳良 就是一個導演 那就是從吳良導演自殺開始 吳良導演在生前 錄了很多錄影帶給故意 吳良導演就假裝 吳良導演透過這段錄影帶給他留天 那因為吳良死掉了 吳良導演就想說 開始回鄉親的同年的時候 他們少年的時候 經歷過一件事情 那個事情從此感染他的人生 他們少年的時候經歷過什麼事情呢 在幻子的孩子後面會講到說 他們經歷過的事情就是 當然是這樣 古藝人他的爸爸 是一個超國家主義者 然後當年就帶了一些人 想要去 在國家體制沒落的時候 想要站出來 用統布手段去揮合 去揮合這個國家 去喚醒這個社會 那他帶出來一個主義 叫大皇先生 那後來爸爸就是死掉 那故事就是你要說 大皇先生在 古藝人少年之外去找他 然後想要透過 因為他好朋友胡良 長得非常的俊美 大皇先生想透過胡良去勾營 去誘惑美軍基地的一個教官 叫彼得 然後透過勾營的方式 把彼得的槍給騙過來 然後有了手槍之後 他們就可以去對抗 就是他們就可以去發動 一波無故攻擊這樣子 那可是那件事 就他們改變他們人生的那件事 就是古藝人跟古藝人 真的就是把彼得給吸引過來了 那最後古藝人 因為這小時候已經交代不清楚 古藝人跟古藝人之間 好像經歷過一場 不知道 有人說他們被雞尖了 那有人說 他們就是遭到恐怖捏帶 那他們也不知道說 被他們引誘過來的那個教官 後來是死了 還是沒有死掉 那件事就是 雖然他們人生 一個非常恐怖的經歷 從此以後他們的人生就一定說 武藝人就說 好 我要成為作家 有一定要寫出這個事情來 那武良就說 好 我要成為導演 有一天我要派出這個事情來 那換水還是說 他們的妹妹 武藝人的妹妹 武藝人的妹妹 覺得說 當你們這兩個年紀 在這件事情回來之後 好像被換掉了一樣 我以前認識的那個 那個親切 那個美好的哥哥 好像就不見了 那武藝人的人生 好像在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好像也比較換掉了 你們這一生都是要去巡迴 過去你們過去那個更美好的自己 那你們經過那件事情之後 內在的事情崩潰掉了 換水還是在講 武藝人死掉之後 武藝人回來 想這些事情的一個過程 把這個真相給想出來 然後一邊思考說 我要怎麼解決這一切 那在這個裡面 一直出現 某一些重複的意象 他故事會用重複的意象帶出來 譬如說 武藝人跟 我剛剛講的那個 爸爸的弟子 大王先生 因為武藝人是 他爸爸的兒子 那大王先生是他的弟子 可是 弟子比兒子 更能夠去遵守爸爸的主義 但這個主義就是變直的了 就有個父親跟孩子的有比較 然後在這個小說裡面 武藝人生了一個 就是慘悲的小孩 那剛好跟他現實人生是 有一點對照的 那這也是個爸爸跟孩子的比較 那之後還會 故事還會帶出說 吳良導演也有一個 國外有一個女子 當吳良導演生的一個小孩這樣 那他們就討論說 要不要把這個小孩給生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 有好幾個 好幾個父子在比較 然後小說中也出現說 武藝人跟吳良 他們曾經討論過 如何創造偉大作家的方法 那要怎麼樣創造偉大作家呢 在他們討論裡面是說 他們先虛構 或者是找現實中一個 老的快要死掉的作家 然後假裝去寫他的評論 然後去虛構他的作品出來 然後透過這個虛構引起討論 透過評論引起討論 然後社會已經討論快要消失了 再丟一些作品出來 直到大家都真的認為說 這個作家是一個曠世巨作的 寫出曠世巨作的作家之後 才讓凱子的作家死掉 然後之後 之前幫他寫的一些作品 可以陸續出土 這樣子就誕生出一個 大家都記得 可是其實不遵才的偉大作家 但你們想想 這個創造的方法 其實就有點像是 爸爸跟孩子的關係 就是他們是創造者的爸爸 然後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作家來 這也是一種爸爸跟孩子的印象的展現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無良 他就是無良是個導演 然後提過一些創作影像的方法 他就說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們看電影的時候 你們可以重看幾次 當你們重看的時候 是只看某一個名場面 某一個名畫面 某一個你們最關注的動態 還是全部都把它看完 那就算你們看了很多遍好了 你們第二次看的時候的感覺 會不會是第一次看的時候 感覺的複製 他說有沒有可能拍出一種 因為你們之前看電影的方法 都是對於某個細節關注 引發你們感動 所以你才會開始重複看第二次電影 有沒有可能拍出另一種電影 是你們看一次 就會全部了解這個電影要講什麼 看一次你們就會全部感動 而不需要再重看第二次 胡蘭卓說應該可以拍出這樣的電影 所以他決定要拍一個這樣的電影 給大家看 這是他自己後期創造的影像嗎 可是他在創造之前他就死掉了 他就留下了兩個劇本 就是關於我剛剛講的那個 他們去如何去勾引彼得先生的故事的那個劇本 然後他就死掉了這樣 那你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向 都是關於父親跟孩子 就是關於怎麼把東西伸出來的這件事情 那我剛才講到說 武藝人跟武良他們經過那件事情之後呢 經過那個去引誘 去引誘美軍教官的事情之後呢 他們如何的要把自己過去美好的自己給伸出來 就是你會看到一連串都是關於換取的孩子的意向變形 怎麼樣把自己身過來 把更美好的意向給伸出來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要反覆出現 就像我剛剛好多的萬元元年的 為什麼一個類似的情節要反覆在不同的時空出現 要讓不同的角度去對位 為什麼一個同樣的意向 換取的孩子 透過不斷的變化的方式 把那個意向不停不停的給加深呢 為什麼要有這種反覆的方法出現 那核心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我剛剛有講過樹洞的故事嗎 媽媽換取的孩子又再出現一次說 我會把你生回來 把你看過的聽過的讀過還有做過的事 一補腦都說給你那個新的你聽 而且把你所有使用過的語言 讓你新的你也會說 所以兩個孩子都是一樣的 後來生出來這個新的孩子 還是原來那個孩子 這是他媽媽在森林樹洞裡面 把他救回來之後跟他講的故事 那也是一個換取孩子的意向 那你們不會覺得說 我剛剛講那些反覆 就很像是重新把孩子生回來的過程 生出一個新的他 然後灌輸一樣的過程 可是這樣子反覆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那大家經常在換取的孩子的後半 他就提出一個說法叫做 寒帶誤差的重覆 就是他自己寫在另外一本叫做小說的方法的書裡面 他說在小說裡面是有那個妻子 有古藝人的妻子自己講出來說 他讀到他丈夫有一本書叫小說的方法 在小說裡面的方法 能彈到寒帶誤差的重覆 他說他丈夫說 吳良導演開了兩部寫了兩個腳本 可是有一點點 你覺得吳良導演會開出哪一部呢 因為兩個腳本都很像 可是只有結束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覺得吳良會開哪一部 那大家講 古藝人就說 我覺得他兩部都會拍吧 可是妻子覺得說不滿意 他覺得寒煙子會選擇一部 而且他更好奇的是 為什麼要寫兩個很像的腳本 就想我們好奇 為什麼要反覆的出現同樣的情節 同樣的意象呢 他自己的解釋就是寒帶誤差的重覆 就是每一個版本其實都是有問題 都是假的 都可能不是真相 可是呢 真正的 真正很有創造性的東西 我們透過反覆的講不停的去重現 在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第三個版本之外 讀者的版本 我的版本 寫作者的版本 在大張的版本 在大張底下 吳一仁的版本 吳良的版本 在聽到吳一仁跟吳良版本之外的第三個版本 全部疊合起來的時候 在各種重複出現的時候 在各種重複出現的時候 有一點點微妙的誤差 那個誤差裡面 可能就帶出了某一點點 語言帶不出來的實真實 某一點點 就算你何處處都講不出來的真實 他覺得那個誤差裡面 有可能充滿了創造性 在那個重複裡面 重複帶來了愉悅 重複帶來享受 在那個重複的加深裡面 真正創造出來的是那個誤差 那個誤差有可能會讓整個生死 整個現實 整個創作 整個他沒有講完 再往前一步 真相可能就常常在誤差裡面 那我覺得那個三角形的概念 就是剛剛講到那些版本 不斷重複的篇下面 這三角形可以用在各種解讀 大章那樣的文章 我們仔細去看 他會不斷的講出同樣的事情 不斷重複的故事 不斷使用同樣的音響 可是在人家裡面 不停重複的事情之中 慢慢的重疊在一起 好像有什麼東西變大了 好像有什麼東西變幢了 好像有可能變深了 在這個變大并廣變深的過程之中 也有那麼一點點的誤差存在 那個誤差可能就是真相的價值所在 可是那些東西只有我們讀者 讀到 小說中小的都不知道 只有我們真正的讀完這一切 看到這一切的人 在裡面可以創造出來什麼 我覺得那是大量的 送給我們閱讀者 他在自己小說的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驚人的一個創造 因為我們講他的生理是tree 那我覺得他也創造得true 就是在這個疊合裡面 在他的那個stuffing的創造裡面 在一個每一棵 無數無數的代表星座 也如果把這個看起來 一棵樹 他無數疊合出來的樹 無數疊合出來的語言 無數疊合出來的段落 什麼段落 什麼段落 長出來的巨大的生命 是我們可以俯瞰它 在裡面找到一點點不一樣 結果我們知道那個形狀是什麼 那個就是真相 那個就是他創造的價值所在 這是我自己閱讀大量之後 有得到一些感受 那我可以提到那個逃亡 逃脫分離 那這種課題 其實我相信就是說 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作家 都在寫這個問題 比如說高興建 其實應該提出的語言 你在高興建的文化才會找到 那你說三一 三一的話也是很 就比方說哈金啊什麼 你講得出來的 或者是那個Johnnyson 其實都被找得到的 所以其實可是最奇怪的就是 他是 因為我對他的生命不太來不及 他大量很多時間都應該還是在自己國內 可是你應對我目前的這個 全世界化的社會 這個dislocation 其實他裏頭這個的話 跟這個dislocation 是有關係的 他從鄉村到東京 然後在中間那個交管 都是在一種dislocation 但是這個課題的話 不管你是不是寫作 在目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不需要就是說 我希望聽一聽 尤其是因為我們是年輕的到 因為我們年輕 然後就是 就是針對這個dislocation 從文學 跟就是說現實生活 這個從你的觀點 從你的觀點去看 因為我不覺得只得光是他 他是這樣子 這個是所有創作寫作的 都常常用這個 對 對不起講太多 謝謝你的分享 其實剛剛有講到一點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就是其實他 大家經常在優榮童子裡面 就有討論到高情劍的林山 他在小說裡面就是有一個 他的好朋友把林山這本書借給他 然後開始跟他討論情說 關於高情劍在這個林山裡面 講到說 因為他在裡面有講到童子的事情 剛好就跟戴上去講 在森林裡面讀到童子 可以互相來討論 然後就開始講到說 關於被壓迫 關於知識者 怎麼樣去感覺這個世界的問題 然後去討論 就是王流林這件事情 其實每個作家 每個時代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感受 都有自己不一樣的感受 那這也是給因應 他們自己遭受到的情況不一樣 有各種各樣的面對方式 那我站在一個讀者 我先用一個站在我讀者的角度 去看大漢街上 我覺得是大漢街上 他們自己的 他雖然說 他好像是在一個 雖然說他幼年經過戰亂 可是長大的過程中間 經過一些比如說安保啊 動盪啊 那他自己對於政治的決心 對於政治怎麼看待 然後有人會說 可是其實你也是 沒什麼大事情 因為你還是安好的活到現在 可是仔細想一想 但是在國內的狀況 他一直被右派攻擊 然後他自己又 身體真的遭受到損傷的那種 就是然後他的 如果你去Google的話 你會看到有很多那種 就是那種照片 頭上寫著犬 就是把他們 那個 一種動物 一種 好像是被棄的 然後 是一個被人 無法接受這個世界 無法接受被這個社會 你接受的一種人來看 他在國內 其實有遭到 另一派反對折的攻擊 然後你剛才引用到說 他關於 關於那個 沖繩 然後關於廣島 他們那些想法 他自己也提到說 這種廣島問題那些 其實他在國內 都因為這些想法 受到各種 不一樣派對的攻擊 是因為他前天 我們自由使命 曾說 他提出他去輔導 他覺得政府 在逃避對輔導觀點的 逃避 大家都去關注輔導 逃避真正的問題 那他講了這個言論之後 在國內 在日本國內 也遭到非常多人的攻擊 那自己就是 怎麼樣去應對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Google一下 或者去搜尋一下 那我覺得是 一者是 你覺得 你自己從哪個地方被拋擠出來 你怎麼樣面對這些事情 二者是 當你面對的時候 你選擇的是 用怎麼樣的武器 或用怎樣的姿態 去介入去改變 或者是去順應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那樣實際上他選擇的是 一個非常不簡單的問題 就是文字 因為你要用文字去想 去思考 你就不需要曝露你自己思考的那一面 不管是深是淺 不管是講的好講的不好 那他都出現在人的面 所以人們可以去攻擊他 一開始是攻擊你的態度 後來攻擊你的文字 攻擊你的思考深度 我覺得 文字這件事情是 反而更容易讓你招惹皮的 且說這件事情是 更容易破錄你自己的存在 然後讓別人把它建設向你 可是當然一講 堅守這條線 堅守他寫存在他的態度 十幾二十年三十年之間 我覺得這個姿態 他面對逃亡 但是他不動你 他就坦然去看 我是他王子 我是個王者 可是我從語言的姿態討厭 我覺得這東西是一個 對於寫作療程 是非常的自立性 如果你從寫作者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在讀者 不管是讀者或是寫作者 我就覺得 這個人值得問 在這個地方去得到 去接受他的訓練之後 去反向的時候 對 那其實我們在想到的是什麼 而在他面對的姿態裡面 我覺得我們找到一些安慰 一些鼓 甚至有一些 對我們應該這麼做 如果他可以我們也可以的這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他後期的寫作 其實一種 他自己說 他的人生都是按照一首預言詩在走 就是他很小時候看過 布萊克的一首詩叫做天真之歌 他覺得 他的人生都按照這首歌在走 他在 他的最後 他的那個 幻覺的孩子三部 最後一部裡面 再見我的書 他就說 他從此以後不再寫作了 他要把人生留在發現真照這件事 他每天去撿報紙 然後從報紙上面看出各個世界大事 雷同的地方 跟過去發生的事 在將來也可能會發生 他要把這些真照去告訴下面的人 他作為一個 他覺得要把自己人生 某個部分作為去啟發 把最後一個過程 去作為把這個文明的火把經驗傳承下去 並且作為一個警鐘的敲響者 我覺得是他在一個流亡的過程上面 或是語言 或是精神 或是他所謂從生命被跑出來的過程中 有一個階段性的變化 在階段性的最後 他站到他發現自己所在的一個高度 或是他自己所在的一個至高點 可以看到什麼 讓他決心把他看到的什麼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我們可以去發展去看看的 那我這邊問一下柏青的問題 就是剛剛在提到那個幻覺的孩子 那類似關於是 好像是他跟一旦十三的過程 然後一旦十三應該是他的媚婿 對 那不曉得說一旦十三的自殺事件 後來對於 把大家介紹一下 就創作這件事情 什麼產生的一個影響變化 因為一旦十三自殺之後 他們那時候都說一旦十三是 沒有創作力 或是說他因為喜歡 就是女花柔草 然後因為被文而死 跳舞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講 那你在犯規的孩子裡面 一方面講述或去發展什麼事件 一方面其實是 用一個影響天賦去辯駁 可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畢竟小說是小說 現實是現實 可是他如何透過小說去反動出現實 就是他如何去反擊現實 如果你看小說其實是 有更深一層是 要對這些包圍而來的媒體 這些誇張的去描述去誇大 或是去探測一旦十三 或是小說裡面無良導演 司法這個媒體 這個社會或這些人 去進行一個痛擊 你看到裡面 有很多很精彩的評分 譬如說他就說 有一個導演提到說 小說裡面的無良跳下去的時候 搞不好在背後推了他一把呢 那他就說想到這個導演 就是這樣的高度而已 那後來就有人去考證說 這個導演就是現實裡面的 就是拍花火的那個導演是誰 就有人考證說 這個人就是飛鷹路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 可是你就看到很多應對的關係 這個應對的關係 是可以讓他去揮拳 可是又有一個 我並不是在講現實 你要說是狡猴嗎 我覺得那是一個他透過創作 去對現實去進行的一個反制這樣 就是他正在創作裡面 表現出他現實裡面所有的觀念 而且用被你利益到的方式 用為了自去做回擊 那我們今天掌聲 熱烈的謝謝國慶今天 熱烈的精彩講 謝謝大家 謝謝四個人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